身价千万的地产负伤 深夜回家却被莫名其妙地杀害 警方在案发现场的勘查 竟意外地发现案中有案 随后在追查凶手的过程中 隐藏在负伤背后的一系列惊天内幕 被层层揭开 这是一起轰动全国的离奇案件 案情错综复杂 涉案人员众多 侦查的警员曾经几度被迷惑 没想到一个接边的电话 却成为了破案的关键 各位同学晚上好 今天百感交集的龙叔将为你讲述的是 地产负伤谋杀事件 案件的发生地位于四川省广安市的越池县 2008年3月21日的深夜 家住县城的高中少女回到家里 猛然发现自己的父亲躺在卧室里 已经没有了呼吸 随后当地的警方赶到现场 受害人名叫陈冰45岁 他跟妻子在当地从事房地产开发项目 同时在广安和成都等地拥有多处房产 是一位坐拥千万资产的本地富豪 案发现场是陈冰家中的主卧室 当时的陈冰被反手捆绑扔在床边 经过法医的初步诊断 死者陈冰的额头上有一处敲打撞击的伤痕 但是他的死因是胶带封住了嘴巴和鼻子 最终导致的窒息死亡 经过进一步的侦查 警方发现卧室里的衣柜和台面 存在大量的翻动痕迹 被害人陈冰的两个手机也不见了踪影 同时丢失的还有家里的一些财物 包括几千块的现金和一个笔记本电脑 但奇怪的是 整个房间没有留下任何可疑的指纹 同时案发现场的门窗也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另外 法医在案发现场还发现了一些尚未干枯的血迹 可惜的是 经过DNA的检测发现 这些血迹都是来自于受害人陈冰 这个结果让刑警大队的警员着实有些意外 因为身强体壮的陈冰 曾经在年轻时服过兵役 作案凶手想要在自己不受伤的情况下 制服陈冰并不容易 警方分析这里便可能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作案凶手可能持有戾气或者枪械 威胁陈冰就范 二是作案凶手可能是陈冰认识的熟人 对于凶手的偷袭 陈冰在当时并没有防范 根据这些勘察的结果 警方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入室抢劫杀人案件 但是随着警方侦查的逐步深入 最后他们发现整个案件的真相远没有这么简单 不瞒你说案件背后所牵连的东西 着实会让人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后怕 在案发的现场 虽然作案凶手抹掉了所有的指纹 但是在卧室的地面上 英明的法医还是发现了一些凌乱的脚印 通过对这些脚印进行比对分析 法医推断当时进入现场作案的至少有两个人 而且他们的身高大约是在1米65到1米75之间 随后警方找来陈冰的家人进行询问 根据家人的反应 受害人陈冰在案发当天的上午先是从达州出发 沿途经过南冲 稍作停留之后 到了下午时分 他再从南冲回到了月池 也就是说 陈冰从外地回家的当天就遭遇了杀害 这说明了 作案凶手对于陈冰的行踪很可能是提前知晓的 于是 办案的警员对陈冰当天的行踪进行重点排查 结果发现在案发的那天晚上 有几个朋友曾经跟陈冰在一起吃过晚饭 警方找到了其中的一个朋友张永胜 根据张永胜的陈述 案发当天的下午五点多 陈冰打来电话 约他到一个火锅店吃饭 之后大约六点钟的时候 他和几个朋友在火锅店的包房里见到了陈冰 张永胜说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之间的饭局 在饭局上 大家的表现并没有什么异常 当天晚上的八点钟左右 饭局散场 张永胜和几个朋友就回家了 对于陈冰之后的行踪 张永胜说他并不知情 而根据陈冰女儿的报警时间 他发现死者的时候 是当天晚上的十一点三十分 也就是说 陈冰遇害的时间段就在案发当晚的 八点到十一点三十分之间 那么在这三个多小时里 受害人陈冰究竟还去哪里了呢 警方认为 在这个时间段里 跟陈冰有过接触的人 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果不其然 经过深入的走访调查 警方找到了陈冰的另一个朋友 陈华 42岁的陈华跟陈冰是同村的兄弟 根据陈华的回忆 当天晚上饭局散场之后 他和陈冰一起 去了附近的一家KTV唱歌 在包房里 他们还喝了几瓶啤酒 陈华还特别的强调 唱歌当晚 包房里的气氛十分的愉快 唱歌结束之后 陈冰开车把陈华送回家 陈华清晰的记得 当晚他回到家的时间 大约是十点十五分 然后陈冰就自己开车离开了 从这个时间点来推断 陈冰遇害的时间段 又进一步缩短了 从晚上的十点十五分 到十一点三十分 总共七十五分钟 在这短短的七十五分钟里 受害人陈冰究竟遭遇了什么 虽然陈华的嫌疑被排除了 但是他还告诉警方 在当晚唱歌同行的 还有另外一名女子 杨美凤 这个杨美凤 也是月池县本地人 仅看这光影和构图 毫无疑问这个杨美凤 也是一位充满故事的野性女子 根据杨美凤的陈述 他跟陈冰认识已经有三年多 两个人一直处于那种 我不说你也会懂得 高端互动的那种关系 而基于这种情人的关系 敏感的警员 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疑点 会不会是因为情感上的冲突 这个杨美凤对陈冰实施了情杀呢 但是从案发现场的脚印来看 杨美凤并不符合作案凶手的刻画 另外根据陈华的反应 杨美凤跟陈冰之间的关系 一直都很稳定 在他们身上并没有看到 有什么矛盾和冲突 由此警方判断 杨美凤并不具备明显的作案动机 而且从作案时间上看 他也有不在场的时间证明 案件的侦查 突然之间陷入了僵局 警方只好把调查的方向 重新转回到案发现场 果不其然 在陈冰的家里 帅气的警员搜出了一些 惊为天人的秘密 经过仔细的搜查 警方在陈冰卧室的床底下 找到了一个手提包 在手提包里 藏有大量的连体纸币 另外还有一些不明用途的药水 以及一个制造假币的模板 看着这些东西 敏感的警员不由自主地 又产生了一个疑点 陈冰会不会再从事一些 制造假币的违法活动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跟同伙之间 产生了一些利益上的矛盾 之后陈冰遭遇了同伙的谋杀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在这个看似 普通的抢劫杀人案的背后 很可能还隐藏着 更多的不为人知的黑幕 于是办案的警员 立刻马上把相关的物证 送往有关部门进行核查 结果发现 这些连体的纸币 都是银行正规发行的 而假币的模板 虽然有制造假币的可能 但是做工非常的粗糙 并不能制造出逼真的假币 警方的一部分疑点得到了证实 而接下来 他们在案发现场 又收获了一些 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客厅的电视柜子里 侦查的警员 发现了一个破旧的档案袋 在这个袋子里边 藏有大量的证件 其中包括了 机动车的驾驶证 二代的居民身份证 还有这种老实的警官证 这些证件 全部都使用了 陈冰本人的头像照片 但是证件上的姓名 出生日期 地址以及组织机构 各不相同 经过警方的逐一核实 这些证件 全部都是人为伪造的假证 除此之外 在陈冰的家里 帅气的警员 还搜出了大量伪造的政府公文 作为身价千万的地产富商 陈冰为什么要伪造 如此之多的假证件和假文件呢 难道 在他千万资产的背后 还隐藏着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随后 警方调取了陈冰手机的通话记录 根据这些通话记录 警方对陈冰的行踪 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追查 结果发现 作为千万富豪的陈冰 居然涉嫌了一系列 跨越多个城市的诈骗活动 经过调查显示 被陈冰诈骗的受害者 大多数都是女性 陈冰先是通过QQ 加对方为好友 然后互相聊天 取得对方的信任 之后 陈冰会故意到对方所在的城市 谎称有国家建设项目 而他正好就是项目的负责人 紧接着 陈冰会邀请对方见面 并在见面时表现得非常的大方 使用钱财和各方面的表现 来展示他的大佬气质 为了进一步加深对方的信任 陈冰还会故意拿出一些红头文件 来显示自己的身份 而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 他会以借钱为理由 骗取受害者的钱财 通过伪造不同的身份证件 陈冰在不同的地方 诈骗了诸多的受害者 由此警方推测 会不会是某个被骗的受害者 因为怀恨在心 最终杀害了陈冰呢 警方并不排除这种可能 但是陈冰的诈骗身份非常的隐秘 在生前 他到底从事了多少次的诈骗活动 骗了多少人 又骗了多少钱 办案的警员没有办法逐一查实 结合案发现场的勘察结果 警方对于整个案件的性质 给出了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有人看中了陈冰的千万资产 于是持现入室进行了抢劫 最后既涂了财又害了命 第二种可能 被陈冰诈骗的受害者怀恨在心 于是通过熟人的信任进入陈冰家里 最后报复杀人 还取走了一些钱财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两种推断 既缺乏关键的证据 也没有足够的线索 整个案件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警方决定 安排警力来重点询问一下陈冰的家人 希望在他们身上能够找到一些线索 结果发现了陈冰的另一个 隐藏极深的秘密 在周边邻居的印象中 陈冰和他妻子的感情似乎一直都很好 家里有三个孩子 分别是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整个家庭生活 看起来是相当的和睦 关于陈冰在外面的诈骗行为 警方询问陈冰的妻子周红是否知情 可是万万没想到 强悍的周红却爆出了一个大瓜 原来早在一年前 陈冰和周红就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 根据周红的描述 他们夫妇二人在当地靠着房产开发的项目 赚了不少钱 之后陈冰就开始不务正业 整天整夜的游手好闲 吃喝玩乐 时间一长 周红就忍无可忍 于是夫妇俩只好签订了离婚协议 但是为了不影响孩子的成长 这两个人仍旧勉强地住在一起 周红还补充说 他们在离婚协议上有一条规定 要是谁先把离婚的事情泄露出去 那么就要赔偿对方一百万元 不得不说 有钱人的玩法确实比较奇葩 而这个离婚协议 也解答了警方的一个疑问 难怪作为妻子的周红 对于陈冰在外面骗财骗色的事情 一直都是不闻不问 可是 在警方的眼里 离婚协议上的奇葩规定 也使得整个案件 变得更加的错综复杂 会不会是周红对于前夫陈冰的行为 忍无可忍 于是送了他一程呢 又或者说 周红看上了陈冰的千万遗产 从而实施了谋杀 要知道陈冰死后 继承资产的肯定是他的三个孩子 从这些作案动机上看 虽然周红具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但是从作案时间和现场提取的脚印来推断 孤身寡母的周红 不太可能直接参与谋杀 警方推测 如果幕后凶手真的是这个女人 那么她有可能是雇用了专业人士 来护送陈冰的上路 到目前为止 跟案件有关联的相关人员 警方已经全部进行了排查 可是笼罩在越池县的迷雾又增加了一层 走进死胡同的办案警员 已经找不到任何的线索 于是他们决定采取最传统的侦查模式 在整个越池县 尽管当地的人口只有100多万 但是大部分年轻人都选择了外出打工 县城里外来的流动人口并不多 于是 警方对县城里的大小旅店以及娱乐场所 展开了地毯式的走访调查 可惜的是 经过连日的摸牌 警方并没有发现可疑的外来人员 就在这个时候 住在案发地附近的几位群众大妈 向办案的警员反应 在案发前的一段时间 他们看到有两个陌生面孔的男子 在案发现场的附近时不时地出现 根据大妈提供的这条线索 警方在案发地附近展开了深入的摸牌调查 结果发现 确实有两个形迹可疑的陌生人在附近逗留 并且其中一名男子 还在附近的一家小店使用过公用电话 经过一番调查 警方在一部公用电话的通话记录里发现了线索 就在案发当晚的9点多 这部公用电话拨打了一个坐机号码 而在半个小时之后 同样是这部电话又拨打了另一个坐机号码 经过核查 两个坐机号码的登记地址 都来自于南冲市迎山县的黄渡镇 一个叫做陈中村的地方 警方认为 两名嫌疑男子在案发前 不仅出没在现场附近 还在关键时刻拨打了两个电话 而这两个电话 很可能跟谋杀案件有着重大的关联 另外 嫌疑男子对于黄渡镇的陈中村 显然是非常熟悉 为了尽快地查明真相 烂案的警员立刻马上赶往陈中村 一查究竟 南冲市迎山县的黄渡镇 位于广安市越池县的东北部 两地距离一百多公里 而黄渡镇的陈中村 则坐落在当地的一处偏僻山区 警方根据坐机号码的登记地址 找到了其中的一家农户 可是这家农户的村民 早已经离开当地 到外面打工去了 随后 警方又找到了另一个坐机号码的登记地址 发现这个号码是当地一家小卖部的公用电话 警方询问小卖部的老板 在案发当晚 有哪个村民到小卖部接听过电话 可是老板说 每天过来打电话和接电话的村民挺多的 他已经记不清了 眼看着将要有所突破的线索 再一次中断 看着这个偏僻的陈中村 刑警队员有一种预感 陈冰的谋杀案 肯定跟这个村子有着某种隐秘的关系 于是 帅气的警员决定重新梳理一下案情 根据案发现场的勘察结果 谋杀案的凶手很可能具备几个特征 特征一 作案凶手是两名男子 身高大约是1米65到1米75之间 特征二 作案凶手可能持有力气或者枪械 具有暴力倾向 特征三 作案凶手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 可能有过犯罪前科 特征四 作案凶手应该是常年在外 平时通过电话联系家人 根据这些隐藏的线索 警方找到了陈中村的村支书 阅人无数的村支书 马上想到了一个可疑的村民 陈山 陈中村本地人 年轻时曾经因为打架斗殴 被关进劳教所进行过教育改造 之后 陈山就一直在广东一带打工 办案警员找到了陈山的父母 根据老母亲的描述 陈山在案发后的第二天 突然回到了家里 可是没过多久又匆忙的出去了 诡异的行踪 进一步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随后他们还在陈山的老家 找到了一部手机 经过陈冰家人的辨认 这部手机正是死者陈冰生前所用 不出意外的话 在警方的眼里 陈山具备了重大的作案嫌疑 可是 他跟陈冰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又是怎么知道陈冰的行踪的 谋财害命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这一连串的谜团 只有找到陈山本人 才有可能逐一破解 根据老母亲提供的线索 警方立刻马上赶往广东省的东莞市 对陈山展开抓捕行动 但是 由于陈山在东莞一带的具体住所并不明确 加上他可能持有枪械 专案组的警员 只能先在附近周边展开布控和监视 为了确定陈山的具体住所 专案组的警员 对陈山在深圳和东莞所拨打的电话 进行了跟踪 发现最后一个联系的号码 是在6月1日拨打的 警方推测 接听电话的这个人 很可能知道陈山的真实住所 于是 侦察员拨通了这个号码 结果发现 对方是一名送煤气的工人 紧接着 通过工人大哥的指认 警方找到了陈山的出租屋 并顺利地把他抓捕归案 面对审讯 陈山在刚开始时 否认自己曾经到过案发现场 更不承认参与了 入室抢劫和杀人 后来 警方在陈山的住所 又找到了一部手机 经过陈冰家人的辨认 证实了这部手机 同样是死者陈冰生前所用 面对如山的铁证 陈山的心理防线 一下子就彻底崩溃了 他如实交代了作案经过 同时也供出了 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 蒋文学 随后 警方赶往福建省的龙岩市 立刻马上对蒋文学 实施了抓捕 可是万万没想到 两名犯罪嫌疑人 所供出的情况 却让办案的警员大为震惊 在审讯室里 警方提审了陈山和蒋文学 审讯的警员问陈山 是否认识陈冰 陈山回答 不认识 警员追问 不认识为什么下毒手 陈山回答 帮朋友的忙 这个作案动机 完全出乎警方的预料 陈山和蒋文学的谋财害命 居然是受人之事 随后 他们供出了躲藏在背后的主谋 这个蔡老板 是越池县本地的一名土豪 英明的警方 很快就把他抓捕归案 根据蔡其红的供述 早在三年前的2005年 他和陈冰夫妇 成为了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三人联手 在越池县共同开发房地产项目 并赚到了不少钱 但是在2007年的某一天 蔡其红跟陈冰的妻子周红 在工地上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 当众之下 强悍的周红 删了蔡其红一记耳光 蔡其红在当时正准备还手 可是被旁边劝嫁的人给拉开了 事后蔡老板认为 做生意的男人却被女人打了耳光 这种事情肯定是不吉利的 于是 他找到了在当地开午校的亲家 彭山春 两人合计着要对周红进行一番 报仇血恨 随后 彭山春找到了他的一个徒弟 王波 诡计多端的王波 又在越池县找来了两名无业游民 蒋文学和杨海军 在接到任务之后 蒋阳这哥俩猛拍着胸口 说肯定会好好地教训一下周红 可是 当他们准备动手的时候 却发现周红身边的随从众多 根本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而中间人王波 一直在追问事情的进展 于是在情急之下 蒋阳二人先是用鸽子血涂在刀子上 然后拿给蔡其红交差 蔡其红看到之后非常高兴 随后给蒋阳二人打赏了6600块 可是到了第二天 蔡老板看到完好无损的周红 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在得知事情败露之后 杨海军害怕蔡其红找他算账 于是就带着赏钱独自逃离了越池县 而为了将功赎罪 蒋文学则决定 把教训周红这件事继续干下去 于是 他找来了之前在广东打工时的旧相识 陈山 作为一名惯犯 陈山是一个心机深重的男人 在摸清周红的住所和生活规律之后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要想对身边随从众多的周红下手 非常的困难 报复这个事必须肯定要另辟蹊径 在案发前几天 陈奖二人多次来到周红住所的周边进行踩点 无意之中 陈山发现了周红家门口的一个垫闸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邪恶的办法 趁着周红夜归到家 陈山计划着把他家门口的垫闸拉开 在断电之后 周红肯定会打开房门出来查看 这个时候 陈奖二人就可以趁机潜入 然后控制周红 于是 在2008年3月21日的晚上 陈奖二人老早就潜伏在楼道里准备动手 可是到了当天晚上的大约十点半 他们并没有等到周红的出现 夜归到家的却是周红的前夫 陈冰 因为陈冰和周红是秘密离婚 陈奖二人对这个事并不知情 他们心想 既然教训不了周红 那么狠揍一顿他的丈夫陈冰 在性质上也是一样的 于是 陈山拉开了垫闸 果不其然 陈冰打开房门出来查看 这个时候 陈山拿出假强威胁陈冰 就这样 陈奖二人顺利进入了住所 在住所的主卧里 陈奖二人先是对着陈冰踢了几脚 随后 他们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铁丝和胶带 把陈冰的手脚捆住 而为了避免陈冰的叫喊 他们还用胶带封住了陈冰的嘴 接下来 陈奖二人在住所内进行了一番疯狂的搜刮 最后 他们携带着一些财物逃离的现场 可是 陈奖二人万万没有想到 由于当晚住所内一片漆黑 他们没有留意到 陈冰的鼻子也被胶带封住了 结果 一次蓄谋已久的报复 却最终导致了受害人的窒息而亡 一年之后的2009年 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伤害罪判处陈山和蒋文学 死刑缓期两年之刑 同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1000元 而同样作为主犯的蔡奇红 则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2011年的7月 在浙江省绍兴市的新昌县 潜逃三年的从犯 彭善春被月池警方抓捕归案 到这里 案件的幕后凶手全部落网 回顾完整个案情 百感交集的龙叔 不由自主地百感交集 没想到一记冲动的耳光 经过不断的酝酿和发酵 到最后居然演变成了一桩 离奇的买凶杀人案 这或许可能 大概就是冲动的惩罚吧